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之声自主研发 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 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 这是唯一一家结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 用低廉的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天24小时广播的民间的电台网 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 覆盖了中国60%的土地和80%的人口 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 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 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 就是为了给中国送入持续的不间断的真实的资讯 希望之声的对华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 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 您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 聚沙成塔 众志成城 撕开空中的铁幕 启发中国的明智 投资给中国人民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如果您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 欢迎点击留言区的链接来了解更多 好 下面一起来看这期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中国人工智能巨头商汤科技的创办人汤晓鸥猝死 本就引起不少猜测 19日的告别仪式再有多个罕见安排 外界质疑 汤晓鸥的神秘身份 按照官方复告 汤晓鸥在15日晚上11时45分猝死 终年55岁 与中国人通常停灵7天不同 19日 汤晓鸥死后的第4天 她的丧礼就在上海举办 从现场照片来看 来送花圈的退休和现任中共常委就有4人 包括国务院总理李强 副总理丁薛祥 前全国政协主席余正升 还有前国务院副总理李兰青 中共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陈基宁 和中共上海市长龚正道场鞠躬道别 这种排场引起讨论 社媒上网民一轮说 汤晓鸥这葬礼的场面就差个总书记送晚联了 这人什么来头 这是郑国籍的待遇了 有人提出 汤晓鸥的真实身份很可能是中国情报系统的副部级官员 只是一直没有公开 西方公司与中共国任何科技公司的商业合作 不论是中国公司表面上是官营还是民营 他们都很可能是在与中共的情报部门合作 汤晓鸥的死因也惹来多方面的猜测 曾传她跳楼身亡 商汤科技的复告说她是病故 媒体人凯雷在微博发文说 汤晓鸥是心梗 睡梦中离世 有人推测其卷入上海利益纠纷或获利太多 触弄中共高层 恐怕是被灭口 不过时评人李沐阳认为 如果汤晓鸥是非正常死亡 李强等人不太可能公开送花圈 葬礼的规格不能这么高 因为人们都要避嫌嘛 另外 汤晓鸥的葬礼上也出现刘鹤送的花圈 恰逢刘鹤被抓的消息在海外热传 李沐阳认为 中共高层退休官员 无论以任何形式露面都要经过上面的同意 从这个花圈来看 刘鹤应该是没有被抓 作为中共人脸识别系统的创立人 汤晓鸥被批评是中共迫害人权的帮凶 商汤科技也因为帮助中共监控维族人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 据路透社报道 中共政府长期以妈祖形象来建立与台湾信众的关系 借此影响台湾选举 引发国安的担忧 路透社21日刊登一篇报道称 中共以妈祖的宗教形象作为介入台湾选举的武器 文内指出 中共多次在官媒与军方宣传之中 把妈祖与两岸交流 和平统一等形象挂钩 例如今年8月的军演宣传片中 就称 中国军队和妈祖都具有保护台湾的影响力 将战机 前舰与妈祖并列 文中提及 台湾中部一间妈祖宫庙在10月的宗教仪式上 有宗教领袖在现场高喊 别让台湾沦为战场 不要台湾成为军火之岛等口号 而这种说辞 和中共对总统大选的警告口径一致 这也令台湾国安官员很担忧 针对此问题 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 今年以来 他的借选方式显得非常的细致 这次的妈祖借选跟过去的做法不太一样 他更深入到宗教的基层 今年大量的宗教交流前往中国 这种宗教交流的过程当中或多或少 暗示性的或是直接的去进行某种程度的选举的拉拢 这个是有的 妈祖庙我们都叫取言于魅咒妈祖 很多台湾的宫庙它为了要争取魅咒妈祖庙的支持 可能要大量的信众过去 魅咒妈祖庙可能也会要求他们有一些政治上的表态 这样的方式去进行这种笼络跟洗脑 这个大概是所谓的宗教统战或宗教戒选 至于有没有效果 我个人是存疑啦 因为宗教归宗教 政治归政治 这是台湾人长期来培养的一个民主素养 我相信问题并不会太大 可是可以看到中共他的戒选趋向精准低调 然后更为直接 为什么他今年转向这种精准低调的方式 就是过去的戒选太过赤裸而直接 不管是我们所熟悉的文攻武嚇或者是直接通过在地协力者 这种鸿鹏团体在台湾进行分化或撕裂 这种方式泰国直接粗暴 台湾民众的反弹更为强大的 今年台湾方面有密切注意 未来是不是还有在青年学生或者是不同面向 比如说原住民等等 用各式各样更深入直接的方式去进行断期 包括长期性的洗脑道戒选 这种趋势上的变迁未来他们需要有更多的民主教育来做抵抗 王之胜也列举了中共介入总统大选的例子 最直接就是2020年的那次总统大选 中共台办直接指挥武汉的台商会长 出钱出力在武汉举办台商的相关聚会 聚会场合当中就直接要求下令武汉的台商 要支持当时国民党的候选人韩国瑜 当然被批调出来 台湾有相关的法令 后来就依照反胜头法去做起诉 当然也让大家知道 原来北京会采取这种直接赤裸的方式去进行戒选 透过台商给钱给资源 就要台商直接的来进行选票的拉拢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 费真攀响的采访报道 大陆甘肃基石山县18日深夜发生规模6.2级浅层地震 遇难人数已经上升至131人 大片房屋倒塌 而地震后发生仅15个小时 中共就宣布救援工作基本结束 人们纷纷抱怨 在黄金救人的时间里 官方救援人员并未真正紧急救人 又匆忙结束营救任务 同时 甘肃拒绝外省救援队参加救援 令人不解和遗憾 甘肃宣布 19日下午3点 救援工作已基本结束 工作重点也将转移为 医治伤员和灾后安置工作 救援时间仅为15个小时 一般地震发生后至少有24小时黄金救援时间 11月4日 尼泊尔西部发生6.4级地震 救援工作也是在地震发生36小时后结束 甘肃地震只有数百军人到现场救灾 军队只出动了一架直升机 一架运20运输机 官方播放的重灾区 大加河镇 大加河村 现场直播视频中 参与营救的甘肃消防部门救援人员 几乎没有大型的救援工具 没有展示携带生命探测仪等救援设施 大量镜头显示 救援人员只用手 用铁铲等最原始的方式 在废墟上搬弄杂物 在救人的黄金时间里 救援人员没有救人 而是在灾区做清理和查看工作 以及搭建帐篷等 出现在视频中的三只搜救犬 不是在废墟上搜救人 而是闲散地躺在废墟旁边 一个搜救犬的主人甚至在滑手机消磨时间 房屋倒塌后 不知多少人被埋 24小时或72小时黄金救援的时间非常宝贵 中共没有把精力用在救人上 运送的物资极其有限 都是在做样子 营救出的被困人员只有74人 对此 西网之声记者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 驻台湾代表格桑坚村 另外 格桑坚村表示 中共大撒币 不顾国内老百姓的民生 那一看到 说那个地方还是几百万人口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一看都是泥巴 房屋 而且就像贫民库一样的那样的建设 那中共那种所谓的每天自吹之类的那些经济建设 真正的当地民族的身后有多残酷 我们就从这些地震里面可以看到很多 此外 格桑坚村认为 地震也许是人祸 是挖矿引起的 整个青海干润那里的以前都是大量开矿 约堕性的开采矿物的地方 那些地方的植地已经遭到了最大的破坏 所以这么小的一个地震一出来 各因为挖那种矿场 或者说矿山而造成的这种雨泥 把整个村庄都被掩盖掉了 造成大量的伤 这些都需要去反省 需要去看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王倩攀响的采访报道 据中国地震台网消息 18日晚 中国甘肃省发生6.2级地震 受伤和罹难的人过千 人们质疑 这么个中等地震 为什么伤亡这么多人 地震的震中位于甘肃临下州基石山县 震源深度10公里 中国官方公布的阵级为理事6.2级 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 检测到的阵级为理事5.9级 基石山县居民杨女士20日对希望之声表示 救灾物资短缺 她所在的社区没有分到帐篷 严寒中 她们全家被迫在余震中 仍然在家里 现在我们学生们都上不了学 我们这个房子也收入到了很大的損失 我们家里小孩也很多 但是我们家里做的话也很害怕 也做不了 一天都乱逛 视频显示 甘肃省地震灾民在零下17度的寒夜里 过着被子睡在露天的广场上 据中国媒体报道 首阵发生后2小时 一路得超过140次余震 部分余震震感明显 甘肃省抗震救灾指挥部19日举行新闻发布会 会上 省地震局局长高晓明介绍 多家机构综合分析认为 震区近几日仍存在发生5级强余震的可能 对此杨女士说 20日的新闻发布会通告称 截至19日下午3点 救援工作已经基本结束 工作重点将转移为伤员救治和受灾群众的安置 72小时的救援黄金期被缩短成15个小时 对此 旅药学者李元华表示 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共这个拿人不当人 不珍惜生命 这是所有他一切的出发点 如果你是拿生命当回事的话 第一时间应该是看有没有人能生还 超过72小时时间都应该继续救援 看有没有奇迹发生 既然拿人的生命不当回事的时候 那他什么措施都可以 比如说有些地方官怕因为这个地震 他当地的那些穷恐或者问题发现 整个社会太过关注 然后这些贪官 他这个贪腐 比如说那种豆腐扎的或者其他的事情 如果被发现了 那他干嘛 所以他不让人进的原因就是他遮丑 他怕别人发现他的问题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王霄的采访报道 中国人权律师许志勇的女友人权捍卫者李乔楚已被拘押两年多 12月19日 李乔楚在山东省接受审判 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下午3点听审结束 没有公开判决 李乔楚的人权律师谴责法院 阻挠他为当事人做辩护 维权律师丁家喜的妻子罗盛春对自由亚洲表示 庭审历时6个小时 既没有宣判 也不批准家属与李乔楚会面 李乔楚的代理律师李国贝表示遗憾 无法为当事人辩护 李国贝在微博发文透露 开庭之前自己没有接到法院的通知 他自行前往法院 安检室的保安人员却拦住他 声称要接到通知 不允许他进入 2020年 李乔楚因许志勇案受到牵连 被指定住所监视居住4个月 李乔楚形容这4个月很难熬 每天戴着黑头套 手铐 一直待在24小时开着灯的封闭房间内 2021年2月 他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刑居 同年3月被正式批捕 起诉书显示 李乔楚为男友许志勇搭建个人博客 上传许志勇的撰写文章 2023年6月 李乔楚案件曾开庭审理过一次 没有宣判 李乔楚因为长期被关押 患上严重抑郁症 靠药物控制 他多次申请取保后审被拒 目前积压于林仪式看守所 人权律师吴绍平曾透露 医院给李乔楚增加了治疗幻听的药物 导致他整个人变得虚胖 月经也没有了 他的情况很不乐观 很严重 不管是从人道主义还是从病情角度而言 他都应该被取保 被释放 现年32岁的李乔楚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并获得英国约克大学公共政策硕士学位 他曾就职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从2017年起就一直担任研究员和活动家 研究中国劳工 女权 民间维权等议题 并帮助许志勇维护美丽中国网站 在那里发表有关中国民权运动的文章 许志勇今年4月10日被中共以颠覆国家政权罪 判刑14年 同案维权律师丁家喜被判刑12年 大洛杉矶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17日上午 汇聚在城县喷泉股市英里广场公园集体练功 公主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新年好 不同族裔学员分享修炼后身心受益的体会 并向师傅表达深深的感谢 超过200多名的法轮功学员排成整齐的队列 伴随着祥和的练功音乐 在公园草坪上洗练武桃功法 并向市民介绍法轮功 公园散步的居民们被宁静和平的气氛所吸引 纷纷表示 练功音乐很好听 感到全身都放松舒适 有居民提出想了解法轮功 法轮功学员Jennifer·加西亚当天接受了大纪元的采访 她回忆说 2011年 姑姑给她一本《转法轮》 阅读之后 她惊叹于书中的法理 感觉完全能理解 修炼大法前 加西亚总感觉生活缺少些什么 也怀疑当机社会的人们是否真正的有信仰 她表示 当代人的生活充满竞争 人们普遍压力很大 甚至失去信心 而法轮大法给人类带来了希望 修炼法轮大法让她变得更好 大法给她更多的能量来面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 加西亚举例说 她曾在生活中和同事发生冲突 当她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去处理问题的时候 矛盾也烟消云散 越南艺学员范坚 在餐馆上班 每天都要一直站着工作 而且越到节假日越忙 导致她多年来跟腱疼痛走路困难 范坚称 练功后跟腱不疼痛了 完全恢复了健康 以前的脊椎也不值 现在奇迹般的变直了 父母看到她的变化 也开始悬炼法轮功 她还强调 她的性情也变得平和了 少了急躁的情绪 并且遇到事情会为别人着想 范坚真心希望更多的人能和她一样受益 法轮大法现在在世界上146个国家红船 上亿的人受益 在中国的迫害应该立即停止 并受到全世界的谴责 范坚称 没有见过师父 新年将近 她想说 感谢师父 祝师父新年快乐 这期的红潮禁闻就到这里了 欢迎就今天的新闻话题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订阅还有转发 希望之声会员网已经开通 诚挚地邀请您前来支持我们 和我们一起守护言论自由的空间 同时 我们也希望观众朋友们 在您的能力范围之内 请为希望之声这家非盈利机构捐款 您的捐款还可以得到抵税收据 相信有您的支持与陪伴 希望之声传播真相的力度会越来越大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